泰国当局周五表示发现了第二期武汉肺炎病例 与此同时 武汉周四公布第二名死亡病例 但没有新增病例 网友质疑当局隐瞒疫情 泰国卫生部周五证实 泰国出现第二期武汉肺炎病例 患者是来自武汉的中国游客 下周将是中国新年假期 泰国将迎来近一百万中国游客 当局表示将加强对中国游客的检查 与此同时 武汉周四公布第二名武汉肺炎死亡病例 但声称没有新增病例 当地累积病例仍是41例 网友质疑当局隐瞒疫情 有网友在微博发文说 他父亲9号出现发超症状 前往武汉新华医院治疗 看到医院里患者人多到躺在走廊的地上 医生居然说回家隔离 没有办法办理住院 没有床位 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 日本泰国只有数百人去过武汉 就已经有两人有新型病毒 而湖北籍周围接壤 六省 河南 湖南 江西 安徽 陕西 重庆 有4亿人口 数百万人去过武汉 但至今 除武汉外当局称无病例案 小学生也知道是故意隐瞒 新唐记者李梅张琪 综合报道 字幕 李宗盛